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6月份的多伦多也终于迎来它短暂的夏天 今天我和熊娃多伦多带大家去一个距离多伦多 开车20分钟的位于安大利湖畔的灯塔湖边公园 明示意这个地方是因为灯塔而出名 同时还因为这个位于灯塔旁边的Millennial Square而出名 相信在没有疫情的夏天这个广场上一定能升顶飞 湖滨公园设有挺多个停车厂的 但奈何周末我还是找不到停车位 这时候不妨往旁边的社区走走 社区里停好车之后熊娃多伦多就带着他的家伙出发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画面中这个充满风情的小镇 用休闲并且六亲不论的护法和这个小镇也非常的相匹配 这个小镇第一感觉就非常的宁静休闲 熊娃湖边的路上有一阵排这样的以白色调为主的沿街建筑 都非常的欧式风轻 到了湖边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就在多伦多著名的匹克林核电站的旁边 每一年夏天我都带着熊娃东东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各个地方探索安大略湖 每次见到波涛汹涌的安大略湖还是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 可以说安大略湖是多伦多夏天的灵魂 多人在这里扎帐篷烧烤 还有像熊娃东东这样的小孩子在这里玩沙子 听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小镇上还有住开亚的业务 或者人们也可以带上自己购买的开亚在湖中淡烊 同时这里时不时会开过一些或大或小的船 对熊娃东东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他极喜欢看这些小船 这就是这个灯塔 熊娃东东说灯塔里面有卖ice cream 结果他喊了半天也没有人打理他 母亲只好打印他去小镇上去找找有没有冰淇淋店 在沙滩上还有这个灯塔旁边待了两三个小时 黏着小镇的另一侧往回走 一路上见到最加拿大的夏日景象 加拿大没有啥特色食物 但是这些餐厕所售卖的食品还是会让人流连忘放 还有7月1号是加拿大的国庆 路上到处都能看到加拿大国庆 然后我们就找到一家冰淇淋店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家店是小镇上的网红冰淇淋店 熊娃东东选了一个彩虹色的冰淇淋 味道还真不错 看到这个守着大门的女店员了吗 她其实是在告诉顾客他们即将打压 但是当时的时间是下午4点 眼睁睁的看着她拒绝了一组有一组的可能 感慨加拿大人真的不爱赚钱 看着我别眨眼睛 我在你眼里跑来跑去 基本上是这么快的 触 renovation 可能 因为你没赚